医治的良药 当我们看见我们活在现代生活的中间 会因为我们身体的软弱 因为环境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情况 可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资产 就是我们信任上帝是一致的上帝 无论是小病 无论是大病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眷顾 无论面对家庭的责任 面对职场的挑战 面对人生的种种的高三低谷 我们其实需要活出一个非常正向的 一个生活的态度 我们越健康 我们在职场所能够发挥的 一个影响力就会越大 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圣灵的电 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上帝的内住会成为我们里面 很大的一个修复的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